育圆和田鱼让您更满意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田鱼的主要产地 新疆产的料子主要为子料、山料、山流水和戈壁料 总体来讲鱼制细腻、油润度好、适合盘玩 新疆和田地区以盛产和田鱼而闻名于世 这里出产的子料外形圆润饱满 鱼制更为致命 皮色也多种多样 新疆和田子料普遍品质较高 高端和田鱼绝大多数出自和田 深受育有的追捧与喜爱 鱼田县在历史上便是和田鱼的主要产地 且以山料为主 这里出产的鱼料 白度上加 质地细腻 结构均匀 油润度高 比较出名的便是九五鱼田料 八州切莫县 山料出量巨大 且油性好 十分足 上等品质的切莫山料 甚至可以和和田此料相媲美 其中切莫糖料 因靓丽的糖色 均匀的质地 认知度很高 说到切莫 不得不提若枪 若枪所产的黄口料 直分好 实地紧密细腻 颜色暖黄调 若枪糖料以青白糖为主 颜色整体偏黄调 若枪也是戈壁料的主要产地之一 哈士地区的塔县 是清育的主产地 塔清以细度好 油性加筑成 炒的塔清 打灯几乎无结构 同一地区的叶城县 在历史上 旅游大块形的青玉和青白玉产出 黑山也算是历史上一个传奇的地方 除了九五鱼田料 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黑山料 优质的黑山料与资料较为相似 白系油糯差别不大 不过现在市场中 真正的黑山料少之又少 小控有零星产出 大多被用来仿造资料 新疆和田玉总体预质 更为油润细腻 因此得到育友们的认可和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